哈囉大家 今天呢 這支影片比較特別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 就是我是這一次 宇宙人他們的演唱會 台北場的嘉賓10月9號 然後今天是 今天是9月29號 對 沒有錯 音痴我本人 走音我本人 耳朵不好我本人 聽不出來自己到底有沒有走音 但是唱得非常有自信的我本人 居然就要去演唱會當嘉賓了 這一次呢 當演唱會的嘉賓 老實說我第一時間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想說應該是一個趣味性有趣的 因為我怕他們後悔你知道嗎 我立刻請我經紀人 合約性給他簽過去 選歌選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非常猶豫要選什麼 其實我周邊像我的經紀人 或是我室友姑姑他們都說 因為我的音準其實真的很不好 我也聽不出來有沒有走音 他們說快歌是最安全的 但我就是非常的堅持 不要唱宇宙人的一桌菜 因為我本人其實是一個北漂青年 你知道嗎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首歌 我那時候第一次聽的時候是怎麼爆哭 因為我就覺得它歌詞 完全是寫在我的心裡面 然後我也覺得 這應該是所有北漂人心目中的那種感覺 然後日子就到了 我跟宇宙人的第一次見面 欸但我先講一下就是我本人真的唱歌 是會被按捷運救星跟卡哥的人喔 就是 我們有上Youtube的看過 對對對 因為我想說先給你們點心理準備 不如果等一下進去之後 你會直接把我丟出來 我先給你大致上說一下 如果我們真正演奏這首歌 剛剛那段就是你的獨唱 對 那請你放心 我們會用各種方法 幫寫著你這樣 剛剛那段是你的獨唱 然後我覺得剛剛你唱得還滿有那個 至少那個 沒關係啦 至少那個情感的部分有傳達出來 對 我們今天先 差不多先這樣 你是不是要放棄了 沒有沒有沒有要放棄 我再想辦法 好沉重的氣氛 你們是要扮演唱會的人 有一點精神 然後當天的新聞稿 其實出去的時候 我留言就說 售票的演唱會 就是還要聽硬吃什麼之類的 我就想說不行 我絕對不能就是自己練 然後練完之後去唱 因為我自己已經知道 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有沒有走音 所以我就去找了唱歌的老師 然後我那時候去唱的時候 老師的表情跟當天語的時候 你第一次看到我 聽我唱歌的表情是一樣的 不得了了 今天我們先進行一個詩音 詩音過後 我們再來談一下你的計畫 你先透過麥克風回答我 對對對 平常有沒有運動習慣 有 好 小時候有沒有參加合唱團 有 有 有 對不起 我以為都沒有 再高一點 好 接下來老師用聲音提示你 好 好 然後我們到了最後階段 現在請你唱一段歌曲給我聽 好 其實你對 我去找老師的時候是8月初 然後8月初其實淋雨中的演唱會只有兩個月 所以老師其實有在猶豫要不要 要不要教我 因為畢竟你知道他 教過的大咖這麼多 結果變成我 有沒有覺得這整個等級落差很大 Paul老師還是答應就是教我 因為他說他很看重 第一次去上課的時候那個態度 對然後其實我在學唱歌過程中 老師說我唱歌音會不準 其實跟耳朵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也順便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就是你想要把歌唱好的話 其實你首先你要先打開你的耳朵 等一下啦 你先讓你的錄音聽一下鋼琴嘛 好 好 對 所以你會發現你沒有給耳朵足夠的時間 我在前幾堂上課的時候啊 我幾乎 就唱完發聲的那個音階練習 還有其他有的沒有的時候啊 我就會開始頭腦就會缺氧 因為我真的氣不足你知道嗎 就完全站不直 我如果沒有立刻馬上坐下來 就會有完全昏倒的一個狀態 哇 等一下喔 不覺得你今天體驗感很強嗎 但我覺得我今天早上醒了 覺得很有精神 哇 其實我其實是超級挫折的耶 因為那時候時間其實滿近的 只有一個多月 究竟有沒有辦法硬刺疹就可以唱一首歌 這件事我覺得難度非常的高 你看一二三走 Doremi 怎麼可能會這樣 這是一個綁腳帶 但是我必須跟你說 它沒有人用過 這是我們拿來矯正的 好很多 但第二個呢 你的超鈴帶還是要改進 我覺得喉韻沒有很好 一天一天 鼓黑 一天一天 鼓黑 你越翻越山頭了 當你在 傳山月... 對啊 但你現在 我跟你講你現在分歌都準多了 你不... 等一下你再唱 當你在 傳山月齡的另一邊 我在孤獨的路上 沒有盡頭 有啊有啊 有啊 有啊 自己有沒有感覺 換什麼歌 那又不是他們的歌 因為我中間其實有一些工作 可能中南部跑 因為畢竟就是美食節目 其實有點像外景的主持人 所以有時候不在台北 就沒辦法上課 所以我在反覆練習的時候 我就曾經 因為中間有工作一整週 所以一整週沒有去上課 哇 過了一整週再回去上課 我那一天真是挫折滿滿 不要急著 他他 不要急 好 這就是有點 剛開始有點久沒來上課的 更壞處 不然玩家回來 一排音大概一直叫著兩三 現在全部不見了 剛剛那個 嗯 後面的音都沒有準 對啊 太高 太高 你又越來越高 你跟上一堂課比是不是差很多 嗯 差超多的吧 這都不是十天以前的你 嗯 結束之後回家爆哭啊 因為我一直覺得 如果沒有答應宇宙人這個邀約的話 我應該這輩子沒有機會站上北流 所以我就想說 雖然過程中有一點在懷疑自己 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 但是我也很開心 我有做這個決定 是因為有機會可以增上去 但是我又怕 買票的各位 就是被我嚇到 等一下 你希望走這麼沒有氣氛 對嗎 你這也太沒氣氛了吧 我也很開心 我講一粒三 我跟你講 演唱的時候很少有人會倒退的 我沒有在訓練螃蟹去演唱會 有的 唱完 站立 手引迴給宇宙人 我們的聲音其實沒有那麼好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用表情來補足它 好 懂嗎 就是你不要 不能呆呆的 對 你要像現在這個笑容來唱 來 筷子 好 我有帶 我們基本上就是要讓我們的 咬字困難 然後進而達到咬字清楚的目的 好 咬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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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字 viktigt 對 第二次真正要開始團練 因為演唱會進了 其實是在前兩週 真的非常的緊張 我其實很怕他們就想說完了 演唱會進了該怎麼辦才好 他還好我那一次團練完之後 阿葵就嗚嗚嗚 然後他說他有唱到他起雞皮疙瘩的說 我就想說哇 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 因為其實我剛好在八九月的時候非常的忙 所以我就是 哇天哪我會酷了 每天就是很早起床 然後去練習完之後 後面又接著拍攝跟開會 對然後其實昨天在訂完妝宇宙人那天 我要穿什麼之後呢 我也開始有 演唱會真的已經在倒數一週的感覺了 因為訂妝的時候呢 那個造型師是我小時候 這樣講到會開心嗎 因為那個造型師是我非常喜歡的造型師 然後我從很久以前就有在關注他了 大概從他還在無名的時期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用過無名 這一次他幫我試的衣服我也覺得都非常的喜歡 大家現在是演唱會前的最後一個團戀 我不知道我到底憑什麼跟大家說我在團戀 我真的覺得妳果然是表演型的 對啊就是一旦就是說現在是正式表演都會唱得比較好 我會提前先在9月29號先錄完 就是跟大家先稍微介紹一下我這次演唱會做的一些準備 是因為我擔心如果我是演唱會結束之後再錄 我可能我不知道我表現會怎麼樣 所以我怕我會爆哭 所以我就是先給自己打氣 希望我加油 接下來呢就是一些演唱會當天的一些花曲 我們參演唱會ERA的歌曲 還有又登職 奈職 要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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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來帶大家開箱一下 北流歌手 歌手自己講的不好意思 北流歌手的休息室都是長怎樣 首先就是我本人的 這個啊 然後我剛剛一進來第一件事 我是先看到的這一堆零食 這個我超曖昧 重點是1 2 這裡還有一個 總共三個化妝桌 然後後面這裡還有一個放衣架的地方 我覺得超級貼心 廁所 哇 超大間 你看 你還可以在裡面就是洗澡喔 是不是很棒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一間套房耶 忘記跟大家說了 就是這裡有一個電視是現場的轉播 所以隨時都可以看到 現場現在發生什麼狀況 大概就是這樣 與大家開箱一下歌手 今天下午已經稍微彩排過了 對 非常的緊張 然後狀況其實蠻多 明天就是演唱會 不知道我表現會怎麼樣 期待明天 期待等一下總彩 希望我可以順利 各位我們剛剛總彩完了 明天就是挑戰了 明天就是挑戰了 快點我們集氣 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不開收音 發工 我們趁現在來偷拍一下公共飲食 去看演唱會後台的那個食物這樣怎樣 不好意思喔 沒事沒事 這是飲料區 現在正在補貨當中 然後 零食區 然後咖啡區 短便當區 我想一下喔 油雞好了 喂 吐餅 抱歉喔 謝謝 謝謝 服務怎麼好 你當你也超會 我是嘉賓還超便宜 那我很怕 很多人要放一張 那邊就放到 那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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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給我剪進去喔 很 用的很美 好棒 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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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